同学上课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们老是总觉得 我们自己认为的好 别人也一定要好 所以我们总是 会想要把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然后希望对方也能够接受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你认为的好,他认为很差 那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 你就很生气啊 我就觉得很好 你为什么说很差 结果因为这一种事 大家就起了一个争执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简单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于 大家的八字用神是不一样的 大家八字用神不一样 你要了解八字用神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对每一个人的感受 他是不一样 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喝牛奶 喝牛奶本身 在医学健康里面说对人体有帮助的 可是有些人喝牛奶会喝到 第一个拉肚子 甚至有人会喝到癌症的 他只要碰牛奶他就拉肚子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你所说的好不见得对 对方是好的 所以从这一边你就要去了解 因为大家的用神是不一样的 大家的用神既然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好 我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能知道 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就要了解 你要进到一个宣传 就宣传 你把他的好跟大家宣传 要不要接受 看他们个人 因为毕竟来讲 同样的五行 对某些人来讲是 解药 对某些人来讲 他却是毒药 可以让他变好的 可是却对某些人来讲 他却是一个毒药 各位他却是一个毒药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不会 去跟人家强求 说一定要接受你的一个理念 这个东西时常发生在哪里 卖保险 保险业务员都跟你讲 这个多好多好 结果 你那个客人就跟他讲 我不需要 结果他就突然 因为他强 他就是要要求人家买 结果他就突然讲一句话 哎呀 你假如不保的话 以后你只要死掉出车祸死掉 该怎么办 结果对方一听火大了 你诅咒我死吗 结果就把人家赶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 就是犯了这一种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本位主义者 就是说 我认为好的就一定是好 可是实际上各位 在八字已经跟你讲了 就是说大家的喜用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对他是对你是好的 对他可能是一种坏的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只是做到一种宣传 同样的道理 各位 是不是 很多人看了影片 你妈五行派 你这个混蛋的都会在下面留言攻击 你说你这混蛋怎样 那各位 他们就是犯了一种本位主义 很简单 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宣传的 我们干嘛还要去刻意攻击人家 就认为他自己的 他总是认为他自己的是对 可是实际上 各位 不见得吧 你跟我讲的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接受吗 不一定 要不要解 不一定要接受 因为同样的东西对某些人是有效的 对某些人是无效的 所以各位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去宣传就好了 你今天你在 你假如是要做影片 然后跟人家宣传你的派别 各位 你就是做好你的宣传 你不要跑到别人的影片下方 在那边跟人家攻击别人 把人家攻倒了 难道就算你很厉害吗 而且还有一点 你的东西 人家对他一定有帮助吗 不见得 因为可能你的东西对他是一种忌神 他根本对他 就定他学了你这个东西 他反而越学越糟糕 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解 为什么有人去信宗教过得很好 有人信宗教就家破人亡 都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每个人的喜用神他是不一样的 我根本 我没有学过八字 我没有他的八字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办法判断 这种东西对他有没有效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就是宣传 宣传完了以后 他要听不听 就是随他 了不了解 这也是一个命理师 我们在面临客人的时候 我跟你讲了 你要听不听 随你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不会强求他一定要这样子做 因为他很有可能觉得不好 他跑去找别的命理师 对不对 他就找别的命理师去 所以都很有可能 所以不用去在乎说 一定 我的才是对 你的对 不见得对人家是对 你的错对别人也不见得是错 所以都是一个什么八字用神 在搞鬼的一种现象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那就帮我按个赞 或者是关注我一下 你的支持 会对我是一种创作上的一个动力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